好 大家注意看 在淡宰岛星版本广场 中间出现了华丽的新喷泉 它下方的水池中 铺满了瓷砖 所有玩家都在开心地 庆祝新喷泉的出现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不要再开心了 不要再开心了 因为新喷泉的出现 让我们每位玩家 永远失去了两个最重要的建筑物 你们难道不好奇 我们永远失去的 这两个重要的建筑物 究竟是什么建筑物吗 首先来看 第一个永远失去的建筑物 就是我们老版本中的喷泉 如果你还记得它 那么请为我们被删除的老朋友 点个赞吧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老版本的喷泉 它并不不华丽 在它的水池下方 有非常多的地面裂痕 但是这些裂痕 并不会把水池中 玩耍的淡宰半岛 相反 当淡宰在老版本喷泉中 使用摸鱼键 还可以双手捞起一条大鱼 这是老版本喷泉 对我们淡宰最无私的馈赠 可是随着新版本淡宰岛的更新 我和学姐发现 老版本的喷泉 已经没有了被删除了 好伤心啊 为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宰大山才能关注 我信你可以试试 第二个永远失去的建筑物 就是曾经的520版本 才出现的彩虹喷泉 在彩虹喷泉的水柱 最上方有一道美丽的七色彩虹 淡宰顺着水柱 就可以爬到彩虹喷泉的最高层 伸伸手就能摸到彩虹 可是随着新版本淡宰岛的更新 铺了瓷砖的华丽喷泉出现了 让曾经的老版本地上 有裂缝的喷泉和彩虹喷泉 永远地离开了淡宰岛 小伙伴们在未来的日子中 你们希望他们两个 重新回到淡宰岛吗